1.繼續進行逐條審查 2.第二條暫保留之第三項,不予增定 本項表決結果 在場出席委員4人,贊成者1人,反對者3人 贊成者少數不通過 委員林維中當場聲明不同意 3.第15條修正為 監察院法務部及公職人員之服務或上級機關構之政風機構 為調查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違反本法刑事 4.得向有關之機關構、法人、團體或個人查詢 受查詢者有具實說明或提供必要資料之義務 4.現行條文第11條、第18條、第20條及第21條均照行政院提案予以刪除 5.第16條、第17條、第21條及第22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6.第18條照行政院提案 除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中交易金額等文字均修正為 交易或補助金額外與照案通過 7.第19條修正為 違反第15條規定 受查詢而無正當理由拒絕或為不實質說明提供者 儲新台幣2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還 經限期通知配合 藉其人拒絕或為不實質說明提供者 得暗次處罰 8.第20條修正為 第16條至第18條所定制罰還 由下列機關處罰之、依法代理、執行公職人員、職務職人員一同 1.監察院 刮虎1.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第五款之、第八款之人員 刮虎2.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職務列檢任第12職等或相當檢任第12職等以上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及 1.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選舉產生之、鄉鎮市及以上各級政府機關首長、刮虎3.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專科以上學校校長及附屬機構首長、刮虎4.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本奉六級以上之法官、檢察官、刮虎5.第二條第一項、第十款、少將邊階以上之人員、刮虎6.本款公職人員之關係人、2. 法務部除前款以外之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前條所定之法環、受監察院查詢者、由監察院處罰之、受法務部或正封機構查詢者、由法務部處罰之 9.第二十三條、修正為、本法至公布後6個月施行 10.等案審查完進、擬據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需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段召集委員怡康出席說明、提案一案、照案通過、宣讀完畢 好,這個議事錄的部分,我們等到在場委員人數到三人以上再來確認 我們現在先來介紹列席官員 首先介紹立法院林志佳秘書長 總務處蔡衛明處長 秘書處陳錫清處長 議事處高明秋處長 公報處尹張中處長 資訊處張孟元處長 法治局高百祥局長 預算中心方清風主任 國會圖書館張立敏館長 中南部服務中心賈洪回主任 議政博物館黃淑梅館長 人事處曾明發處長 主計處黃燕肖處長 監察院,監察業務處吳慶文處長 監察調查處鄭旭浩處長 監察調查處蘇瑞惠研究委員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林慧美處長 法規會陳美妍參事 總統府第一局陳敦娟專門委員 國家安全局秘書室 唐征檢任編審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電台與內容事務處謝煥前處長 法務部法治司周文翔檢察官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兼書記官長洪泰文 國防部公共事務處許維順副處長 經濟部商業司胡美甄專門委員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筹備處陳智章副主任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楊哲偉檢任記證 外交部條約法律司陳守漢專門委員 勞動部勞動關係司陳玉文副司長 教育部人事處曾義群專門委員 交通部秘書室曾慧英專門委員 行政院陸委會法政處何達人研究委員 國發會檔案管理局許常事副組長 檔案管理局石樸專門委員 中選會人事事張芳琪主任 公平交易委員會法律事務處謝堅章副處長 司法院司法行政廳林瑞斌廳長 行政訴訟及懲戒廳林淑廷法官 經管會政旗局周惠美主任秘書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陳雅玲檢任視察 權序部法規司黃慧琴檢任視察 好 我們今天所排的議程 是繼續審查國會改革的相關法案 請參考議事日程 本會已於3月10日24日及5月2日 還有本會期的第4第9第20次會議進行審查 現在就以下上位報告的35案進行巡答 繼續審查委員盧秀燕等16人 時代力量黨團委員段一康等16人 國民黨黨團 民進黨黨團及委員徐國勇等23人 分別擬據之立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委員趙天玲等16人 委員段一康等16人 民進黨黨團 委員顧立雄等23人 分別擬據 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委員張廖萬堅等16人 委員陳明文等19人 委員段一康等16人 委員顧立雄等18人 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等分別擬據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民進黨黨團擬據立法委員行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民進黨黨團擬據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 增訂第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委員段一康等16人 委員劉兆豪等17人 及民進黨黨團等分別擬據 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委員陳明文等20人 委員段一康等16人 委員俞宛如等16人 民進黨黨團委員徐國勇等19人 及委員蔡宇等16人分別擬據立法院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查委員俞宛如等16人擬據立法院議場規則第14條條文修正草案 審查委員段一康等16人擬據立法院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審查委員段一康等16人及委員俞宛如等16人分別擬據立法院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審查民進黨黨團及委員徐國勇等22人分別擬據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及第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好我們現在進行我們現在這個在場人數夠了我們要確定上次會議的議事錄 請問各位同仁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我們就確認了 好我們現在進行這個報告 現在進行提案說明跟報告 好請提案人我們照我們這個提案只有一位嗎 好我們第28案請提案人顧立雄委員顧立雄委員顧立雄委員不在 我們現在請立法院秘書長報告請就以上35案一併做簡短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自家奉邀再度列席本院司法及法治委員會 那麼針對國會改革相關法案進行報告自感榮幸那麼陳盟各位委員在本院厭惡給予指導跟支持那麼使得工作都能夠非常順利那麼在此特別表達最高的敬意跟謝意 至開議以來各黨團及委員本宜職責陸續提出修法的意見 尤其是國會改革相關議題持續受到各界的特別關注 那麼各位委員會在本年3月10號3月24號及5月2號排定三次會議審查國會改革法案 那麼今天是第四次的召開審查會 總共我們整理起來總共涉及有81個提案 那麼新訂的法規共涉及四項法律跟九項命令 其中四項法律為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司法及立法委員行為法 那麼九個命令為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立法院議事規則、立法院議事異常規則、立法院議事異常規則 會議錄音、錄影、廣播播、播送辦法、立法院網路、國民提案實施辦法、立法院各委員會 立法院各委員會召集委員選舉辦法、立法院各委員會會議議事規則及立法院復選、院長、副院長辦法 這個都是各黨團跟各個委員計較國會改革所提的修法建議 在此表示敬佩 那麼本次各黨團及委員所提案涉及的層面 主要有議長中立行為規範、開放國會及協商制度調整 調查權的法制法單一招委之組織調整 及相關建議議場場所賦幼友善的一個提案 還有廢除國事論壇等新格意見 那麼我們整理起來大概有11點 第一點大概就是有效的發揮委員會審查功能、平衡各委員會審查規範及人力 那麼有修正各委員會、長設委員會數目由8個增到12個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配合長設委員會、修正委員會 因為從8個修正到12個 那麼其實各委員會的委員席次也隨同更動 第三個是落實議長的中立化、明定中立的內涵 那麼第四是委員的紀律責任 對委員相關行為規範給予明定 那麼第五點是建構立法委員資深專業制度 落實委員會的中心主義 將雙召集委員改為單一召集委員制 那麼第六點是增定本院以立法院全球資訊網設立專屬的網頁 供人民能夠透過網際網路來提出請驗文書 那麼輸出就針對聯署的人數達到一定以上 然後就倡議將會整起來給立法委員做參考 做提案的一個參考 那麼第七點是提高二讀會廣泛討論 以及三讀會中提出修正動力的門檻 那麼第八點是針對司法院解釋585的解釋函 將國會的調查權以法制化 那麼第九點是針定黨團協商過程的那個 前程的錄音錄影都要刊登公報 那麼協商的錄音錄影在國會頻道裡面 都要隨時的一一轉播 第十點是完善本院的清善對於嬰幼兒的環境 讓出席本院的委員能夠就近照顧或者撲弩嬰幼兒 藉以改善台灣職場清善嬰幼兒的一個環境 第十一點是匯除國事論壇 我想這一些大概都是我們針對國會改革 所提出的一些建議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國會音心音格 大家可以一起來共同討論的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些提出都很有建設性 那麼我想等一下我們在委員會的審查 應該都會針對這些逐一來做一個合理 而且這個對我們國會將來的發展 有很好的一個審查的一個意見 做成結議 那麼最後我想我們再提出幾點 我們現在整個行政幕僚已經在做的一些事情 更簡單跟我們委員會做報告 第一點就是我們國會改革 我們為了要透明化 院長有說要把國會變成透明的國會 變成人民的國會 所以我們就在本業的4月8號透過無線有線跟新媒體 做這樣的無償的轉播 現在已經在轉播了 那麼現在總共有三家的電視頻道在轉播 那麼我們新媒體總共跟我們合作的 現在有21家 那麼從4月8號到5月3號是有85萬人次 但是最新的update到5月15號已經有超過100萬人次的觀看 第二點對於世界潮流需求 本宴官網希望能夠改版 那麼我們現在也為請第三團體 第三方團體進行官網的 和APP的滿意度跟普及度做回饋的調查 同時我們也廣正各界對官網改版的一個建議跟那個期望 那麼我們就很希望就是說 我們把那個我們立法院的整個官網 能夠改版成為大家所需要的 而且能夠展現這個新國會的一個 等於是一個新氣象 第三點我們對於這個公報處 我們做出這一些無償的等於是說四波 那麼我們現在目前是屬於四波階段 所以我們很快的 我們公報處可能會在6月6號左右 我們會做就是等於是其中的一個檢討 那麼我們等四波完了之後 也會做期末的檢討 那檢討的結果跟我們要怎麼再繼續做 我們都會把這個報告跟各位委員做報告 送到委員會 讓這個委員跟黨團大家一起做參考 然後做以後我們怎麼樣進行的一個方向 那麼最後一點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為了要做這些國會改革的事項 我們現在就是每週三 我們都有一個所謂的厭惡會議 也是溝通所有的這些局處長大家一起來 然後對於人民所期待的 或者是我們需要國會改革的事項 我們都以一以來做有效的一個修正跟推動的工作 那麼我想最後大概就是我們要跟各位在做報告的就是第五點 這個就是我們來推動國會的外交 那麼我們現在在做國會外交 積極的在推動 那現在我們所有跟我們主要的國家 像美國日本還有歐盟 東協等等我們也都陸續的成立了 十九個國會的議員的友好聯誼會 那麼近期也會在有大概有七個到十個的 那個國會友好聯誼會的成立 那我想我們對於國會外交這一塊領域 我們也積極推動 希望這個國會外交 讓國會的那個力量 能夠補一些行政部門的一些不足 那麼最後我們再一次的感謝本委員會 給我們有這個機會來這裡做報告 那我想我們一定會盡量的 結成所能的來提供我們所有的一些 幕僚作業所需要的一些意見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國會改革的這個工作 事實上它非常的龐雜 現在的提案就有八十一個 那我們要做一個整合整理 事實上它的確是一個困難的工作 不過我想我們應該也是會逐步來把它完成 那以上報告 簡單報告進行指教 謝謝 好 謝謝秘書長的這個報告 請問在場其他的這個機關單位 有沒有要補充的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要開始進行尋答 那麼今天的尋答本會委員發言時間十分鐘 非本會委員發言時間六分鐘 均不再延長 上午十點三十分截止發言登記 現在請登記第一位林德福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林秘書長 是不是請林秘書長 請林秘書長 民秘書長這個是上來不用再行李了 委員好 委員好 民秘書長 因為剛剛你那個在整個報告裡面 當然有提出說 匯除國事論壇這個議題 是 其實當然是委員提出來的 對啦 是委員提出來 但我一直認為說 要是要匯除國事論壇的話 我們就恢復到過去啊 整個議事的進行 我想過去為什麼要有國事論壇 主要就是說 你在整個會議進行當中 這個委員可以提出 照會議的規範程序 權宜問題 程序問題 甚至於會議詢問等等 他整個議事進行可能會拉脫很長 那既然就是過去所建立的制度 你現在要把它推翻掉 可以啊 要是推翻掉的話 我們就恢復過去 照一般的正常議事進行 你的想法呢 這個跟委員報告 我想這個國事論壇的會處是 有委員提出啦 我了解 但是你有什麼看法 對 委員提出 那我是認為 國事論壇它本來的設計 那時候也是為了使得 這個程序委員 那個程序發言啊 或者是一些 會議詢問 權宜問題 等等 有一個等於是說 有一個比較制度化 然後有個空間讓大家去談 那這樣子才把這個改成一個國事論壇 所以那時候的設計的確是如此 那現在 目前的狀況我想 以國事論壇的這個進行啊 其實我覺得在整個進行上面 也還算是順利 所以如果國事論壇 如果有人建議廢除 那至於是不是要廢除 我想 就可能是大家一起來討論 因為我一直認為要是廢除的話 要有配套 就是恢復過去 整個議事的進行 因為為什麼要設立國事論壇 主要就是說 你所有院會裡面 這些政府的官員 包括院長 什麼都在場 那有一些當下實事的問題 要讓他們清楚了解 最起碼你在表達過程當中 讓大家清清楚楚的 你要是說 把這個連一點點 小黨發揮的空間都沒有 那可以 我們就恢復過去 就是一定 這是配套嘛 會議程序進行 本來就有權宜問題啊 程序問題啊 對不對 會議詢問啊 那你要是這樣 我們就恢復過去嗎 我想 我想那個委員所提的 事實上也是如此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要去討論 各黨團大家要去溝通協調 因為這個 本來的設計是使 那個議事的進行更順利 所以如果說把它匯除的話 那麼可能會造成的其他的後遺症 大家也都要思考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東西 因為現在進行是很順利喔 對對對 那你要是說想要是匯除 可以 我們就恢復過去 齁 所以你只要意識裡面 我們認為說 這個法案有任何 這個我們認為有問題 要去干擾它 我們就用這幾個程序 把你一搞搞整個晚 整個 整個早上 讓你沒有辦法進行 我相信這是配套 對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 各個黨團 大家一定要 用很理性的態度 來面對這個問題 讓怎麼樣的效力 或怎麼樣的制度 會對國會的運行 尤其議事的運行 會比較順利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個委員所說的 這個我想 因為不管今天我們是再朝再野 我們是希望議事整個進行 能夠很順利 沒錯 而且真正讓人民感受到說 立法院確實是針對問題 在制定法律 解決問題 那你不要說因為 這個 換了個 這個換黨執政以後 你把很多的規範 納到 連小黨要發揮的空間 你都把它壓縮到 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 那物極必緩嘛 我們就是恢復過去嘛 所以這個值得大家一起 坐下來 好好的這個討論一下 看理性的來處理啦 來 那我再請教 那個民主長 是 因為立法院 這個每年付很多的租金 所以說 外面很多聲音啊 就是說 希望國會啊 能夠遷移 那遷移的議題 我想 環繞在我們 這個可以說 每一屆只要 新上任以後 都有 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立法院的搬家 那 首都 就是一定要能夠 減壓嗎 依您看 我覺得 這個 國會的搬遷的問題 的確 的確 是一個 很大的議題啦 因為我們 國會 本來要搬遷 也有 兩個案子過啦 一個是 要搬遷到 華山 現在的華山 這個園區裡面 那後來 本來要搬遷了 結果 後來又覺得 不妥 那就把它取消 後來第二個案子 是要搬到 那個空軍總部那邊 那邊要搬 而且也編列預算了 結果後來 大家也是因為 輿論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又 把它取消掉 那現在對於 整個國會的搬遷 事實上它 影響的層面非常廣 那麼 也是 我覺得這個 可能 不是只有我們 委員之間的 討論而已 它還涉及到 整個國家的 整個發展跟規劃 所以 是不是一定要在 哪裡 我覺得這個是 一個大議題 值得大家 好好去思考 去做規劃 請問 立法院未來 是留在原子 還是 遷到其他地方 我想一時半刻 這個不會有答案 那請問籌備會 到底哪時候來成立 現在 現在因為 我們委員 事實上都有這個提案 我覺得好像是 橫寬 橫 橫寬橫 橫寬橫委員 他有這個提案 好像還有黃國書委員 也有這個提案 所以有兩個案子 那這個兩個案子 我們宴會的決議 是交付 等於是說 協商 協商的期間 可能大家再來 成立這個委員會 所以 現在協商都還沒有 一個進展 所以現在這個委員會 可能還要等協商之後 才能夠 那你認為這個委員會 要是要成立的話 由誰來擔任成員 那有沒有 有沒有想過要怎麼樣 才能夠取得一個共識 目前 目前是這樣子 跟委員報告 目前這個協商的進度 當然就是 既然交互協商 那所以 提案委員 還有相關的黨團 都要一起來 所以我想 四個黨團都要來 然後大家 這個一起來 針對這個委員會的組成 還有說 我們要怎麼進展 我想都是 透過協商 才能夠有所進展 這個不可能說 單獨一個黨團就可以決定 或者單獨一個委員會 就可以決定 所以 這一定是要透過 操野協商大家一起來 那至於那個委員會的行程 是怎麼方式 那個我也不能夠 適合先講說 一定要怎麼樣 我是看大家的 協商的決議 怎麼來處理 市長 因為台中市政府推出說 首都減壓 國會先行 的一個構想 那市府今天在台中市議會 有一個專案報告提出說 烏日區的成功嶺 高鐵台中車站的西部計畫區 以及烏日火車站前的 兵工整地中心 等三個方案 那請問現在立法院 簽紙 八字都沒有一撇 台中市政府 為什麼已經一頭熱 那整個 簽院決定會不會 私鄉授授 依您看 私鄉授授是不可能的啦 因為我們 立法院你知道喔 那個委員也是書記長嘛 所以一定是要透過草野協商 這種東西沒有草野協商 或者是沒有大家的公事 那我們這裡八字都還沒有一撇 他們那裡就一頭熱 對啊 所以我們也覺得有點 有點奇怪 你認為這個 會不會 還沒有得到共識以前 這個 就感覺上好像 他們是什麼 是鴨子台上架 還是怎麼樣 我不敢這麼說啦 我是覺得 也許他們是 一頭熱 很熱衷 很熱衷啦 因為本席的疑慮 不是說幾人憂天 因為齁 我們那個準總統蔡英文 在幾年前 就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現在民進黨 又是立法院的多數黨 那請 請問這個 會不會 沒有透過充問討論啊 草率的來決定簽約 會不會有這種決定 我想這個是絕對 不會有說 沒有討論之後就做決定的啦 我想這個 立法院簽證 這是一件大事 大事 所以他不可能說 某一個 一個黨 就完全獨立 因為齁 立法院簽證為什麼 一個大事 一定是要大家溝通好 我想這個是一定要溝通的 因為立法院還有這麼多 對 工作同仁嘛 對不對 你也要徵循大家的看法 對不對 不是只有說 這個想到哪裡 就做到哪裡 因為你沒有共識以前 要是貿貿然決定 會產生很多的 後遺症出來 沒錯 而且 也考量到我們整個政府 的預算 對 還有很多行政機關 周邊 他們 未來到立法院 這個 可能是 這個 上下班 甚至於備詢什麼 等等交通的問題等等 我想這些都應該要拿進去 沒錯 來做全盤性的考量 會 我想應該是 會朝這種方向來做 就是這個簽見本來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所以他不可能說 單方面做這麼決定 一定是大家一起來 然後慢慢的協調 取得共識 然後對國家的發展最有利 對國會的發展最有利 應該是這樣子來處理 我是認為這個部分 這個站在立法院 你擔任秘書長的立場 一定要嚴謹 而且要審慎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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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許淑華委員 謝謝主席 麻煩主席 邀請立法院林秘書長 以及司法院林廳長 請林秘書長 請司法院林廳長 今天我們審查立法院的組織法 但是我還是很遺憾看到有人打著我們全民監督反會選這樣的一個大旗 特別要求我們立法院的政府院長呢我們選舉的方式採用記名的 那其實我個人認為這樣的主張呢 反而讓我們的政府院長的選舉會更加的一個複雜 那同時以我們民主的整個的這個道理來講的話 事實上為了避免我們在利益上還有個人的人情事故的壓力 那麼讓我們在這個委員呢沒有辦法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來進行投票 所以關於人的投票我們還是以這個不記名投票為主 那包括我們看到很多像國外加拿大英國過去也都是一項是公開推舉的 但後來呢都改成為我們不記名的一個投票 事實上也當然是認為議長他是屬於國會的 並不是我們政黨的一個禁聯 所以呢我們希望讓更多的這個議員有更多的一個自主性 那不是我們黨的一個橡皮圖章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像很多歐洲國家現在也都是採用無記名的方式來進行 那其實呢記名投票最大的問題在於投票者往往是因為記名而產生很多不利的後果 尤其呢像現在我們是在這種強人政治底下的話 我覺得當這個統治者有更大的一個權力的時候呢 如果透過這個這樣的一個方式可能威脅啊利誘等等的 會形成一種恐怖的一個統治啦 所以我覺得在整個制度上 尤其在人事的議題上呢 我覺得原則上還是要採取無記名的投票啦 那我要在這邊要請教林廳長喔 因為我們的憲法第129條明文規定喔 本憲法所規定的各種選舉 除本憲法別有規定外 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 那麼換句話說就是根據這個本條文呢 對於憲法明文規定的各種選舉呢 除非憲法本文會有徵修條文或者是另有規範 否則的話應該都是要採取不記名的投票喔 所以我當然了解如果很多從政黨的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當然希望是可以利用這個不記名 用記名投票喔 因為我覺得在很多的黨裡面 他就覺得這是黨藝可以得以聲張 同時他也可以去了解他的黨員呢 有沒有真正的去落實他們黨的一個候選人喔 但是呢如果我們今天這個政黨提出來的 這個政副院長的候選人喔 可能不是人民所喜歡的喔 那或者是說跟這個政黨的立場有所衝突的話 那你只能夠照著黨藝去進行喔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容易也成為 讓這個立委呢成為政黨的一個旗幟喔 沒有辦法真正的讓我們的民意得以展現喔 反而讓我們的黨藝凌駕於民意之上喔 所以在這個憲法第66條的民文規定的選舉當中呢 除非有增修條文或者是增加立法院政府院長 應該記名投票的規定之外呢 否則應該是要不記名投票的喔 所以我要想請教一下 現在這次提出來的這個修法呢 要來規範是不是有違憲之餘呢 難道我們不是透過我們自己 在不記名的投票之下選出來的議長 應該是更符合我們人選的嗎 我先請教林廳長 是 那麼憲法上有關這個選舉的方式喔 那麼66條是有關於政府院長的選舉 是由立法委員互選 那麼至於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選舉 我想應該是要用符合現行法規定的方式來做 是啊 沒錯喔 尤其喔 你這個記名投票 其實我們從地方到中央我們都可以看到喔 我們一直也在講說我們也很害怕 在這個地方選舉的時候間接投票 會有一些像黑道啊或者是買票的情形發生嘛 但是如果我們透過記名投票 那更不是落實了買票的一種結果嗎 你用這個記名投票的方式來看 是不是你所會選的一個對象有沒有投給你 這個難道不是增加更多的弊端嗎 同時是更合法化的去讓這個買票呢 是更能夠更合理喔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喔 事實上我都認為喔 我們採取在民主的這種精神之下 還是應該要這個以不記名投票式為主喔 那所以呢我覺得如果呢像這樣的狀況呢 如果我們第一個面對的是說 如果在用這個記名投票的情況之下呢 有可能很多的小黨喔 包括少數黨它是不可能透過一種合眾聯合的方式 去取得議長的一個寶座啦 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覺得最關鍵的就是 透過這種公開的這個買票的一個訂定 我覺得這個是以後未來呢不只是我們國會 未來在地方的議會它會更加的一個出現 這是我們絕對要去考量跟防閉的一個結果喔 就包括你說像現在在立法院當中呢 我們親民黨也好還有包括這個 這個時代力量其實都是少數啊 如果說我們強迫 一直用這種記名投票的 事實上它一方面也侵害了很多小黨的這種權力啦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辦法說 真正保有它自己可以選擇它自己自由意志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一個權力啦 然後那我也要請教李秘書長 就是我們當時在我們今年度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公開朝野都希望做幾個呼籲嘛 第一個就是也希望議長能夠中立化 如果說我們在這個議長的選舉呢 我們是用這個記名投票的 那如果很多的人沒有支持這個議長 你覺得這個議長呢 未來在主持他的這個整個議事運作的時候 他會保有他的公正性嗎 我想議長這個中立化跟那個記不記名的投票 我想可能不是那麼直接關係啦 因為議長中立化是說你當議長的 你可能就是你處理議事的時候 你必須要非常的客觀 非常的中立 但是現在議長有時候他也必須主持很多的協商嘛 協商的時候你當然就必須跟各個政黨裡面來協商 不只是說只有在議事的一個運作 事實上我覺得它還是會影響到議長 對於個人的一個直接的看法 難道不是這樣嗎 我想當然啦 我們現在在實際運作上面 實際運作上面當然這個議長的產生一定是 他後面有一些政黨的支持 這是一定的嘛 那當他政黨支持被產生當議長之後 那我們現在議長中立化 現在蘇院長他也強調就是說 他希望那個議長中立化 然後他做到的一個就是 他退出所有政黨活動 退出這個像比如說他本來是民進黨黨籍 他現在退出民進黨的 等於是所有政黨的活動 再來的話他黨籍 黨的黨籍他也 秘書長我現在講的不是針對蘇院長 我當然相信這個是跟自己 院長自己本人的修為啦 跟他的氣度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未來只要我們立法院也通過了院長 政府院長呢他是記名投票的 很快的你在地方的議會 到代表會幾乎就會 草菌這樣的一個模式在進行 我們很難掌握說在全國 未來會有很多像這樣 會選的事情會發生 我們也很難保證未來呢 在各個地方不會有 能夠像我們蘇院長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氣度 這是我們沒有把握的喔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是 站在我們的立場 我覺得還是要我們依照我們憲法的規定 我們實在是不適合去破壞現有的憲法的體制 同時呢我覺得立法院也不應該給人家 一直不斷擴權在我們的這個權力之上 所以秘書長你覺得目前我們所提出的 這麼多的一個改革的提案 到底真的對我們國家的發展 還有安定經濟活絡上面 真正有很大的一個幫助嗎 如果說這些的一個立法的一個目標呢 其實只是為了大啦啦的能夠來符合說 現在的一種民意的說法 那我覺得其實是也迫害了我們很多少數人的人權 這個委員 委員我講這個 你說的這個我是非常肯定 但是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說 我想這些所謂委員所提的一些提案 我想他跟委員的想法一樣 他也希望說透過這些提案使國會更好 或者透過這些提案讓這個我們國家能夠更上軌道 所以我想他們對於記名不記名這個問題 我想他有另外一個角度的看法 另外一個角度的看法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的狀況之下 我們是屬於目前是吳紀名 但是吳紀名的在各縣市的這個議長選舉裡面 也發覺也是有很多是屬於類似會選傳聞 他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其實也多多少少會有 你改了之後他會選的狀況就會減少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就是說 記名跟不記名跟會選不會選 有時候不是那麼相關 也就是說他記名就絕對會有會選 然後不記名就一定沒有會選 我想這個可能也不是那個樣子 他是沒有直接的關係沒有錯 對 沒有那麼直接的關係 但是其實我們就坦白講 在地方很多的議事的運作 他就是如此 這樣子是更坐實的買票 好 謝謝那個兩位 我想在這裡只是說 希望我們在立法院 我們還是希望為台灣未來的長久更考量 不是為了一己之私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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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好 兩位請回 好 我們接下來請蔡毅宇委員 有請秘書長 請黎秘書長 好 謝謝 蔡毅宇委員 好 秘書長老早 是 老早 那我們今天在處理的就是關於國會改革 是讓我們看出我們秘書長 我們立法院的用心 因為畢竟國會改革我這樣看起來 是每一個立法委員都有心中一套 立法院的一個改革的一個想法 所以要整合這些想法 那最後可以出委員會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工程 那所以我還是希望說 我們法治 我們司法法治委員會 在處理國會改革的時候 我們可以加速 因為這一塊是 我們立法院的一個自我要求 那把國會改革推出去後 至少在下個會期就可以開始實施 這是一個我們應該是努力的一個方向 那當然在國會改革中 有談到了比較在陽光法案的部分 有包括我們立法委員行為法 我們的立法委員自身的一個自我約束 我想這個約束的一個本質上 都已經是一個很高的一個標準 那還有包括陽光法案的 我們希望未來是要全程公開的一個錄音錄影 那我們也看到說基本上 立法院我們秘書長在主持這個 目前在第四台已經把這個 播送我們的訊號 都已經可以讓地方都可以去看到 那我想這一步一步的做 這個是符合人民期待的 所以但是我現在要稍微問一下的就是說 剛剛事實上 許委員也有去談到 就是在議長中立化 議長中立 那我們相信 蘇院長還有我們蔡副院長 基本上他們都有監守所謂 議長的一個中立 但是這個中立到底要怎麼定義 他的行為模式是中立呢 這個我心中一直充滿著一個問號 那如果在主持議事上 就是說我是國會議長 那我主持議事 所以我保持一個超然 那我不會去偏頗 然後主持議事上也不會說 去反對黨 我就是用議事的一個技巧 用議事程序去阻礙他的發言 阻礙他的提案 我想這部分就已經有捍衛住中立 但是如果進一步去談到說 議長副議長 他不能去參加政黨活動 不能去參加政黨活動 是指怎樣的政黨活動不能參加 這個就一個很大的問號 這個那個蔡委員 你也是這個法律專家 所以這個中立以否 事實上目前我們 有幾個單位 對於中立其實他們也都沒有什麼特別明確 比如說CNN還有這些 我知道還有中選會 那他們也是希望委員都能夠維持中立 那他們只有說要退出政黨活動 那至於退出政黨活動怎麼定義 其實也都沒有寫啦 沒有寫說什麼叫做政黨活動 什麼叫做真的退出政黨活動 其實他們只是上面有這麼涵蓋 但是沒有真的細項來寫 所以這有點是宣誓性 對啦 宣誓性 宣誓性的一個規定 對 沒錯 這樣比方中選會啦 還是像考試委員 就我的知道說 如果他被選派到中選會去 他可能會退出政黨 他就沒有黨籍了 但是國會的議長 這在地方議會也一樣 國會的議長跟副議長不一樣 他是民意代表 他是民意代表 他是一定要有一個黨籍 他才能去有這個 取得正副議長的一個門檻嘛 沒錯 因為那個蔡委員也是這個法律的各方面 大概都很熟練 而且事實上我們在於這個 我們議長的中立這方面 你要讓議長能夠退出政黨活動 包括退出黨籍 我想這個大概做不到啦 這沒辦法 退出黨籍大概就可以做到 黨籍啊 就是說保持有黨籍 但是在黨裡面就沒有任何的職位 就是單純的一個 等於是稍微等於算是解凍 不是 凍住了 就是說維持這個基本的一個黨員身份 但是所有的黨籍等於是都沒有 我想這個大概是可以做到 那另外一個就是盡量黨的活動 比如說什麼黨慶大會啦 或是黨的這個服選啊或什麼 這個大概就盡量避開吧 盡量避開嘛 在我的看法是為什麼要避開 這部分我身為民進黨籍的 如果院長要來幫我站台 喔 那個很好啊 所以這部分我認為是說 我們應該要去想像的是 到底怎樣是一個 適當的一個國會的議長 那這樣他的行為模式 就是在院會裡面 他是一個中立 超然的一個角色 那你說國會議長 他就不能去參加地方的選舉活動 那他要怎麼當選啊 所以以後國會 我們蘇院長是部分區的沒有這個問題啊 我們蔡副院長他是區域立委耶 那他要怎麼選舉啊 這個是我說充滿一個問號 那他就死定啊 所以只要當上政府議長的 他就做這次而已 因為他就等於 他都不能進洞 都不能跑選舉的場子 都不能去跑 到選舉的場子還要在那邊 結果想說我都不想跟你做選 事實上我到那邊就是要當三天 就是在自己的政黨活動中 要去當支持 要去當做工 要去當加油 就都不能坐去那邊 就保持說我只能到這邊 跟你關心一下 何必呢 我就覺得這個有意義嗎 蔡偉你就是觀察的很深入啦 所以這個真的是在實務上 他的確有他的困難度啦 所以我們現在要怎麼把定了一個議長中立 定的會比較好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難度滿高的 而且在執行上面 那個實務上跟理論上 其實也有一段距離 所以這個真的是值得大家來 好好來思考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是要求 然後我們在條文中 我們定了議長中立這樣的一個宣誓性 那在立法院的院區裡面 怎麼去執行他的議事 這部分我覺得可以把它處理的 再更細膩一點 但是不應該去定調到說 他的在院外 院外的活動 你要去把它限縮 所以我認為說 這部分是不符合人性 而且如果照 我看到還有一個版本說 如果他違反了議長中立 他就必須要辭掉院長跟副院長 我看到這樣的條文我就想 哇那很危險 我們好不容易選出來的院長 副院長可能兩三下就掛掉了 所以這部分我認為說 大家在定調這個的時候 還是要符合一個比較正常運作 因為畢竟我們是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還是有民意代表 自身的一個行為模式 所以我們請民俗廠在這部分 在處理的時候 包括我們未來在修法的時候 事實上大家是好好的去思考這一點 就是沒有必要把調性 拉到的無法實施 完全贊成 完全贊成蔡委員的意見 謝謝實價 對我的意見大概就這樣 好謝謝 謝謝 好謝謝請回 我們接下來請周成秀霞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秘書長 好大家好 請林秘書 請秘書長 周成委員好 秘書長你好 是 我們今天審議立法院的組織法 跟相關的一些意識運作的法案 首先我強調一下就是我們立法委員的職責 是監督政府 監督行政部門 不是做護航之用的 我立委的職責 所以我在這裡我要呼籲一下 就是希望各個政黨不要為了一己之私 就是自私自利 堅持己見 我希望各個政黨能夠是 視野是很寬廣開闊的 能夠為我們這個國會 帶來開創新局面 希望能夠開誠布公的 共同創造可行又可長可久的一些 制度跟法案 是 我想委員的那個 你認同嗎 我想委員你這個想法 應該是所有委員都會認同 因為本來我們當委員就是要 來監督政府 然後希望來為國家 創造一個更好的一個將來 尤其更好的制度 不是因為自己本身是屬於哪個黨派 這樣子的考慮 應該是整個國家 整個人民 當作最佳的一個考慮的 主要的那個基礎 我是希望大家都是共同有這樣的一個心態 這樣會比較好 對我們國會比較好 過去民眾對我們國會 有很多不滿的地方 我今天簡單的提三點 第一點就是過去是不夠透明 還有就是意識衝突不斷 第三點就是缺乏監督的能力 與工具等等這方面 那關於第一點的這個不夠透明的方面 我們現在是已經有改善了 現在民眾透過媒體 就能夠監督了 那也有工都們在評鑑 那秘書長 其他兩點是不是請你簡單也來回答一下 就是要如何改善 就是意識衝突不斷的方面 還有第三點就是監督和不利的方面 這個我想那個意識衝突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當然就是盡量就是說 透過事先的一個協商 因為衝突大概就是 就是有時候就是大家立場不一樣 然後可能有衝突不良或者是各方面 當然我們要完全把意識的衝突完全消滅都沒有 事實上我想我們也做不到 但是我們會盡量做一些事先的溝通 或者是一個協商 然後讓這些衝突能夠降到最低 我想我們這個部分 是要透過意識的 那個等於是說意識之前 包括意識的一個規範裡面 讓一些小黨也有空間 也有他的發表空間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大概就會彼此之間 執政黨跟在野黨之間的那個衝突性就會降低 我想這個是要透過溝通協調來努力的 這個我們也不斷的在努力中 那現在目前這個會期到目前為止 看來還算順利啦 雖然有一次是霸佔主席台 但是那個也還算可以接受的範圍啦 那麼所以我想我們這第二點我們會再努力 我想這個是的確委員講的很對啦 我們會再好好努力 我們希望的是一個理性的國會啦 對 要讓那個在國際上一笑大謊 沒錯沒錯 台灣的立法院又在打架 還是在那裡群情激憤在那裡 蠻幹什麼的 這事真的是不好 國際觀感不好 對我想我們會努力 委員說得很好 那第三點就是監督啦 監督的功能啦 那立法院的監督功能 現在其實立法院在那個 我們對於所謂的公聽跟調查 尤其調查權的法治化 如果我們能夠把調查權法治化 透過這一次的國會改革 大家把調查權的法治化把它建立好 然後我們真正來實行這個調查權 那包括公聽制度等等 我們把它建構好的話 我想對行政部門的監督 我想應該是會 非常這個等於是說 非常有效 或者是更進一步啦 這個就是剛剛委員所 所希望做到的第三點 監督力道能夠加強 我們立法院本來就要監督行政院的施政 那你覺得你對公都門的評鑑方式 有沒有什麼建議 還是覺得他們需要改善 公都門跟委員報告 公都門本身就是一個民間團體啦 當然他要怎麼做我們 其實我們也沒有辦法說 我們去要求他怎麼做 不過我們會盡量溝通啦 當然他有一些 在處理我們國會評鑑上面 看來好像還有一些進步空間 那我想我們會持續跟他們做溝通 不過他們是一個獨立的民間團體 所以他們當然有他們的獨立性 他們並不屬於我們立法院 任何一個部門可以影響的 所以他們自己獨立 但是我們會盡量去溝通 如果有些委員給我們反映說 公都門他們的評鑑可能在某方面 可能事實上好像不是那麼 不理想的如果有比較不理想的地方 也是請我們民宿長 你這方面就是要多做一些溝通跟協調 我想我會努力去跟他們做一些 那我們立法院組織法第十條修正草案裡面 你將委員會有八個增加為十二個這個方面 他的理由是有效發揮委員會審查功能 但是我對這個我存有很大的疑慮 因為我怕這個以後 委員會至於有幾個人 只要幾個人就可以呼風喚雨 我覺得這樣以後很容易產生一些弊端跟詬病 這個你對這個意見你覺得咧 我想把委員會從八個委員會增到十二個委員會 是有些委員有這樣的提議 那麼我想委員提議的用心也是良苦 他們也希望說把它多一點委員會 也許他監督的那個力道會更強 因為現在八個委員會有一些委員會 同時監督好幾個部會嘛 所以他可能把它多一點委員會的話 監督力道會強一點 那委員會中心主義如果強的話 那是不是效力會更好一點 但是立法院總是大家是一個合議制嘛 所以這個東西大家可以提出來討論啦 我想有些委員贊成有些委員不贊成 這很正常不過我們大家一起討論 大家認為如果多數認為說 這樣子或許會更好 那我們就來接受 但如果大家多數認為說 這樣子可能還不是很好喔 可能還是維持原來的比較好 那我們就也是接受 所以我們幕僚單位我們是希望說 大家能夠理性的來探討 然後看怎麼樣對我們立法院 目前的運作會比較好 其實這個真的是見仁見智啦 見仁見智 我們幕僚單位我們是完全尊重 我們各委員所做的最後的決議 好這個可以大家共同協商 對共同來討論 還有這個監察院喔 監察院的各個委員會 是 組織法第三條有規定 每一個委員可以認三個委員會 監察院的 但是我們立法院的就不是了 我們立法院的委員是一個委員 參加一個委員會違憲 但是立委檢辦以後 我覺得我們本院的規定 應該加以修正一下 這個擴大委員的法律案跟預算案的審查的參與 這個是不是研議一下 每一位委員一參加兩個委員會違憲 是不是會比較理想 我想有委員這樣子提議 我想我們也是一起來討論啦 因為這個就是跟委員的權責 職權都有直接關係 所以現在目前是真的只有參加一個委員會違憲 那如果說以後就是一個委員 可以參加兩個委員會 那我想只要大家同意 我覺得我們也會尊重 因為現在委員人數減半就剩下一百多個 你看如果要維持那個 足夠國會的會議的人數 如果可以維持足夠的話 這是國會穩定運作的必要條件 所以從第七屆開始 你看減半剩下一百一十三席 從實際運作情形來看 顯示委員會參與的人數真的是太少了 這樣的話很難有效的維持法案的審議的品質 你覺得嗎 你覺得應該支持嗎 支持增加立委的席次嗎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是可以來考慮 但是就如同我剛剛說的 這個真的是可能也是有好處也有壞處 不過這個真的是要直接牽涉到委員 各個委員的職權 所以我想這個真的是要委員大家一起來共同決議 這樣子 那決議的結果我多支持 我們會支持 我會尊重 好 謝謝 謝謝秘書長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請 是不是蔡宇宇委員能夠上來幫我主持好不好 來 請段委員諮詢 來 請段委員諮詢 主席 各位同仁喔 因為這次這個報告的案子裡面 有七個是我的提案喔 那麼上一次我在 這個提案說明的時候 放棄的提案說明 我說因為在尋答的時候 我要利用這個時間來做說明 以免重複浪費各位的時間 所以以下我就做這個提案的說明 我覺得國會改革的核心有幾個部分 除了立法院的調查權 坦白講超出我的能力 這個部分我沒有做處理之外 我覺得立法院的改革 的核心在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是在我講過很多次了 立法院委員會 的 擺設 也就是立法院委員會 的會議桌 還有開會時候的各位委員 跟列席官員的位置 這個部分立法院大概是 全台灣 大概絕無僅有的 這個各級議會啊 把會議室做這樣的一個陳列 我曾經講過 這個會議室的陳列方式 跟委員尋答的方式啊 並不是開會 而是競技場 他把這個裁判做中間 然後選手站兩邊 然後每一個人面前一個麥克風 然後就開始 這個唇槍舌箭 它其實並不是一個會議的形式 各位在我們審查法案的時候 主席如果除非是要宣布休息協商 離開主席台 否則主席坐在主席台 然後呢 這個首長要從列席的地方 要移架到委員的席次來 然後面對面才可以開會 然後這個主席高高在上 離各位在開會的委員 這個距離非常之遙遠 這是一個莫名其妙的一個陳設 這個是我認為 國會改革重要的部分 也是最容易解決的部分 這個是立法院的行政部門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是在剛才 周成委員特別提出指教的 立法院的組織 立法院的組織 有很多應該要改的 其中有一個核心 有兩個核心 一個是單一招委 那麼單一招委 我知道很多同仁不以為然 覺得單一招委會讓招委獨斷 但是呢 單一招委是 所有的國家的國會 都是單一招委 不要說 所有國家的國會 在台灣除了立法院之外 各級議會 也都不會有兩個主席 頂多就會有一個召集人 一個副召集人 也就是一個主席 一個副主席 那其實 到底這個主席跟副主席 我們要不要設副主席 主席跟副主席要怎麼樣來分權 或者是說 要怎麼樣保障少數長的提案權 這個在制度上可以配套處理 但是我們大概很難想像 全世界的國會 除了台灣 除了中華民國 我們有獨到的見解 在一個委員會 過去設三個招委 現在設兩個招委 這樣是可以獨步全球啊 的一個設計啊 會運作得好 這坦白講 我不認為是這樣 第二個核心呢 在組織的第二個核心 就是在委員會的數目 太少了 比較起我們所監督的對象 各位可以看 立法院八個委員會裡面 的幾個超級委員會 包括衛環委員會 衛環委員會所監督的對象 包括環保署 包括衛福部 包括還有一個是勞動部 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啊 結果我們只有一個委員會 要監督三個大部會 各位請看 經濟委員會 經濟委員會面對的 包括國發會 包括經濟部 包括農委會 這個都是大的不得了 資源豐沛 然後或者對國家發展 極具影響的部會 結果我們用一個委員會 去對應 這個委員會 並不表示我們這個委員會 很重要耶 是表示我們這個委員會 其實監督無力 為什麼呢 當你要監督一個部會 你就很吃力了 他這個部會的人力啊 豐沛的人力 要對付你這個委員會 你看看我們委員會的職員 沒有幾個人 我們要用我們地委的少數 僅有的助理的人力 加上我們委員會 僅有的人力 要對付一個部會 要監督一個部會 都很吃力了 何況你要去監督這麼大的 這麼多個部會 當然是應該要把 我們的委員會更為扁平化 我們應該把我們的委員會 九到十個人 但是我們即便是以現狀來講 不管是十三個人 十四個人 或十五個人的委員會 他要做決定 要需要幾個委員在場 三個 他也不是要過半啊 就三個在場 那大家都說 哇 你如果變成十二個委員會之後 這個委員會 每一個委員都變得很重要 然後每一個委員都怕 這個委員會會獨斷 少數幾個人就做決定了 我跟各位說明了 現在的立法院 最多人數的十五個委員的委員會 也只要三個在場 就可以決定預算 三個在場就可以決定法案 他也並沒有要求要九個十個才在場啊 所以我們自我設限啊 我們把委員會限到這麼少 看起來每一個委員會好像都很重要 但是每一個委員會 開會的時間是固定的 也並不因為你是經濟委員會 你是衛環委員會 你開會時間就比人家多一天 你禮拜六禮拜天就不休息 你禮拜二人家開委員會 你委員會還在開 一樣啊 他一樣是開三天啊 他一樣是早上九點開到下午五點半啊 他一樣是開一開 然後可能下午就休息啦 他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結果我們自己去把自己做的限制 所以我們的委員會不要增加 結果造成的結果 最爽的是部會 因為他 就算輪流來吧 三個部會 你一個禮拜也只不過來一天 你一個部會 你這個委員會可以監督到我的時間 頂多就只有你一天委員會的時間 我覺得我們 應該要去考量委員會 運作的現實 九個或十個委員 一個委員會 絕對不會太少 把它分成十二個委員會 才會至少要十二個委員會 如果像周成委員講的說 每一個委員可以參加兩個委員會 那委員會 數目應該還要再增加 還可以再增加 但是要解決的問題是 你兩個委員會同時開會的時候 你怎麼辦 我們現在聯席就已經沒辦法處理了 聯席就已經必須守在一個委員會 另外一個委員會就簽個到 就只好說啊對不起啊 我本委員會也在開會 你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這技術上必須要處理 第三個核心 就是協商 我們現在的協商 離開了委員會之後 黨團一拉或者十個委員連署 就進入一個月的協商期 這個一個月的協商期 每一個黨團要簽名推薦兩個人 如果是譬如說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是段儀康主持的時候 主持一個法案 這個民進黨要把段儀康 這個主持會議的招委 就是去院會的說明的 代表說明的委員 列為協商的當然代表之外 每一個黨團也就是 就是派兩個人去協商 那委員會其他的委員呢 我們這個委員會有13個委員 除了段儀康之外 還有12個委員 那其他的 我們大家辛苦去討論一個法案 討論一個預算 結果出了委員會 被黨團拉下來協商之後 居然只有這個招委代表去協商 其他的黨團 或者有推薦 或者是你特別關心 或者你沒有被通知 但是你知道你就跑來參加這個協商之外 你辛苦討論半天的法案預算 進入協商之後 你就沒有機會再參與了 這怎麼會對呢 如果 我們要講委員會中心 除非委員會在通過法案預算的時候 就同時表明說要協商 否則是不能協商的 協商都是例外 為什麼黨團可以拉下來協商 協商要進到院會去 協商要經過黨團提案 或者委員連署至少15個人 你至少要跟連署法案的人數一樣 提案之後要經過表決 如果大家覺得說是這個議題特別重要 雖然說司法法治委員會討論了很久 但是我們都同意 要把它拉下來協商 協商如果被拉下來協商 經過表決之後才可以拉下來協商 拉下來協商之後 回到哪裡去協商 除了各個黨團派代表之外 所有的司法法治委員會的委員 通通應該被通知來參加協商 這個才叫委員會中心主義啊 我們院長現在進行的協商 其實去協商法案非常的少 以現狀來講 通通都是在議場要開會的時候 在議場後方就程序進行協商之外 只有一個協商就是總預算 總預算的協商由院長主持 坦白講這個是不對的 也就是說我們在審預算 每一個委員會審了半天的預算 去到院長主持的協商 通通一個預算三分鐘五分鐘解決 可能在委員會要討論兩個鐘頭三個鐘頭 這個當然不對啊 所以除了程序性的協商之外 我們的預算當然還是跟法案的協商一樣 回到委員會來 由委員會的這個招委來主持協商 由黨團跟委員會所有的代表 重新就回到在二讀的時候 大家有意見的部分 再重新協商一遍 除了這個之外 預算的通案的部分 唯一沒有辦法解決就是通案 各個委員會 對於預算通案 有各個委員會 譬如說特資費 譬如說 各個委員會的共同預算的部分 由財政委員會的招委 召集協商 這就是我的解決方案 謝謝 好我們接下來請 請顏寬恆委員 顏寬恆委員 顏寬恆委員 不在 請鄭運鵬委員 鄭運鵬委員 不在 請陳歐珀委員 陳歐珀委員 不在 請李彥秀委員 李彥秀委員 不在 請江啟成委員 不在 黃昭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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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徐珍衛委委員 不在 王惠美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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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林俊憲委員 林俊憲委員 不在 劉世芳委員 不在 陳廷菲委員 不在 蔣乃欽委員 不在 高金素媒委員 不在 林維州委員 不在 顧立雄委員 時間八分鐘 十分鐘 十分鐘 對不起 我想國會改革的議題相當的廣泛 那我今天呢 就針對這一個 呃 院長 副院長的選舉 以及這一個 呃 院長 副院長的 所謂中立化的問題 呃 呃 大家來救一下 我想 就還是請那個 呃 林秘書長 來 請秘書長 在當時 呃 九月政爭的時候 呃 提到 大家都有提到說 這個 黨藝不可以凌駕於民意 所以大致上有很多人提到一個 說 呃 呃 馬總統用這個黨主席的身份 來解除這個 王金平的這個黨籍啊 然後讓他解除這個部分區立委的這個職務 那形成黨一領加民意這個是 呃 違反憲政的 全力分立的原則 是用黨的力量 介入了這個 呃 立法院 那當然有人提到就是要向德國 喔 喔 不分區 同樣他因為他採這個 也有部分區的立委的席次喔 那麼 但是他 上市的黨籍不當然上市啦 但是當然有其他的國家啦 也有說上市黨籍 而就上市這個國會議員的身份等等 那當時我就想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欸 國會議長他選舉是由國會的議員推選產生嘛 那要將這個國會議長拉下來的話 那當然也應該是透過國會議員啊 呃 來把他解除他的院長的這個職務 那 但是後來去看了相關的這個規定啊 好像只有國會 呃 這個院長跟副院長的選舉辦法 但是沒有這個 院長跟副院長的這個啊 不管是叫解任的或罷免的辦法 這個 那個民主長 你知道為什麼 我不是很理解這個 這個 顧委員 你問了這個問題 我們也是百事不得其解啦 因為我們立法院裡面 並沒有 我們 我們甚至 院長 副院長一當選 就一定是四年吧 這個 我們也沒有補選的 也沒有 也沒有補選的那個規範 這個華制局長有 只有改選啦 只有改選 這個能不能讓我了解一下 來 來 我們那個 法治局局長 報告委員 那個在立法委員 互選院長 副院長 辦法的第八條 有提到 院長副院長 經過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人數提議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人數通過 得予以改選 他這邊是用改選兩個字 就不用罷免這兩個字來去形容 那改選的結果 當然 如果一個在任的院長 被三分之二的出席委員人數通過 當然他就會被改選掉 那這個地方 我剛剛 就在台下也在翻這個 就是說 他有一個所謂要三分之二以上提議 要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數 的這個通過 這原因是為什麼 為什麼要三分之二 他主要原因可能就是說 院長在過半數選舉出來之後呢 為了讓院長在主持會議上 他有一定的穩定性 所以對於他的這個門檻呢 他是採用比較高的門檻 是三分之二 這個是他的一個設計 那 這個 他下面有一個任期啦 就是前面並沒有寫任期 他就是說 院長跟副院長 經過全體委員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就用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然後改選以後 他就下面寫說 任期至原任之 任期屆滿為止 那 到底院長有沒有任期啊 院長的任期其實是 跟著他的這個 憲法所規定的立法委員的一個 的一個任期來定的 那 因為 在 憲法規定是66條 所以我們 雖然在這個立法院組織法 沒有規定院長的任期 但是我們透過一個辦法的規定啊 好像使得院長的任期 感覺上就變成是一個 當然的四年 而且一選上之後呢 只能夠透過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才能夠讓他改選 那 但是呢 我們的立法院的組織法 卻沒有規定我們的院長 是 在 他被選舉產生當然是過半數 這個大概都想像這個是 基本的一般的簡單多數的民主原則 欸 他選上之後我們的法律 並沒有授權我們的辦法 可以定到這個程度 但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選舉辦法 作為一個 一個辦法 他卻可以規定說 要把他改選 要經過三分之二 好像又隱含著他的任期 是當然保障他四年 但是 法律卻沒有這樣的名文 這個 你剛剛有提到說是為了讓他 怎麼樣 你剛剛那個理論 就是說比較穩定 比較穩定 因為免得那個 會議沒有人主持 對 我不太清楚這個穩定是什麼意思 因為 譬如說今天 民進黨只占簡單多數 沒有占到三分之二 民進黨現在有沒有占到三分之二 我現在 你搞不太清楚 民進黨現在的六十九席 有沒有占到多少 那麼選上了以後呢 三分之二 這就不容易 那麼他是 單純的過半選上 但是要他改選 又 又要讓他三分之二 這一點 而且他當然是 簡單的透過一個 這個所謂的 選舉辦法的一個內規 這樣的規定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來講 在我看起來是 我至少初看起來是 餘業的法律上的授權 那麼是有問題 所以我們要再討論 這個所謂的 院長跟會院長的選舉 到時候要把它解認在這一塊 我看到相關的提案 都沒有人敢碰這個問題 那麼也沒有看到相關的法律 有這樣的規定 那透過一個單純的選舉辦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問題的 那這是第一點 這個可能我們委員會討論的時候 我看這個不只本委員會來討論 我應該覺得應該 所有的委員都來討論看看 這一件事情到底要怎麼處理它 不然的話呢 那當時也許馬中可以說 那我要讓他這個 這個去職也沒辦法 對不對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議長中立化的問題 其實他有幾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 他要退出政黨的問題 這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這不可能 第二個他可能是 不能擔任政黨職務的問題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 他不能參加政黨活動的問題 第四個是 他根本不能夠去從事任何的競選作為的問題 那我個人的想像 退出政黨 這個大概不能想像 那個退出政黨 這個我們蘇院長一下就沒有院長寶座 對 那麼副院長 蔡其昌 蔡副院長 你完全說他不能去做地方經營 不能做競選的作為 我覺得這個 這也蘇難想像 所以我覺得議長中立化 這件事情絕對不會是探討這兩個 剩下的唯一可以探討的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說 他能不能擔任政黨職務 對不對 那現在是說他不擔任政黨職務了 對不對 那我覺得未來如果朝向這樣的一個慣例 形成了一個所謂為了要至少 他在 因為議長的中立化當然都在講主詞意識的中立化 這種核心概念擴起於說 他因為擔任政黨的職務啊 他內心上難免偏頗 那麼當然啦 其實他擔任哪一個政黨 內心難免偏頗 只是讓他偏頗程度不要那麼的大 所以他應該不擔任政黨的職務可以理解 但是最有爭議的就是所謂的 不可以參加任何的政黨活動要到什麼程度 這一件事情 其實是有疑義的 那麼至少現在就我的觀察呢 蔡副院長是還蠻可憐的 他的位置剛好就在我的旁邊的旁邊的旁邊 那麼他這個院長在主持的時候 他其實是沒事的 對不對 只有院長不主持他才上去 那他曾經又問過一個問題說 那他在投票 他在不主持議事的時候 他能不能下來這一個位置上面 在那個出席的位置 他按他的表決器 他到底是才贊成還是反對 這件事情 民主黨或者是局長有什麼看 我想 顧委員你所問的這些都是 實際操作上面非常困難的一些問題 那麼當然我們目前來講當然是 就允許副院長自己行使他的投票權 那行使投票權就某種程度 站在某個政黨的上面 其實從這個地方如果解了 其實很多問題就可以解了 那他到底能不能投票 他到底能不能投票 我們現在是絕對不會禁止的 可以 那我現在要請法治局研究一下 各其他相關的 我是不太清楚 這個 這個跟委員 副議長這種國家 那麼到底是怎麼在處理 這個所謂的院長副院長投票的問題 這個投票的部分 先跟委員做初步的一個說明 就 就目前的那個意識的實務狀態 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表決方法有很多種 有一種是 表決器表決 就是剛剛委員所講的 主席要不要下來台下 在他的席位上面按那個表決器 另外一個就是 比方說在行使人事同意權的時候 是用投票表決 那現在實務上 過去在行使人事同意權的 投票表決的時候呢 我們都可以看到 主席在宣布相關的投票規則 跟投票時間之後 主席會下來投票 但是表決器的部分 因為有時候可否同訴的時候 主席會決定要採可或否的時候 他就不會下去表決器表決 以上大概是這樣子 現在因為民進黨根本 就好像有某種程度的禁止了副院長投票 那他也不參加黨團活動 那麼他也不知道黨團的這個意思 對這個某個議案他的決定是如何 那麼因此他當然呢 他也沒有被要求他要出席 他也都不出席了 然後因此他也沒有去按這個表決器 那我也不曉得以後人事同意權的時候 他要不要參與 然後要不要進行來投票 但是有需要到 有沒有需要到這麼程度 我的意思是 我還很很很很很 不太懂啦 我的意思只是說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 這個我們在查明之後再跟委員做報告 麻煩法治局 能夠給我們幾個主要國家的 相關所謂 退出政黨的活動 包括像這樣子 連投票都不投票 黨團的活動也都不參加 也沒有辦法參加 沒有辦法了解他的 所屬的政黨的投票的一個意向 然後因此他也都不來投票 等等的這樣子 這樣子叫議長的中立化 這一點是不是真的是如此 好謝謝 謝謝委員 好謝謝 麻煩民主長跟蔡副院長這個轉達 這個司法法治委員會 蔡副院長是本委員會的成員 我們也歡迎他 這個能夠一起來開會 有啦上次來了一次啦 再來一次因為他這個流感 所以被我們請出去了 好我們接下來請周春明委員 主席好我們還是有請林秘書長 還有法治局高局長 請兩位 謝謝 周委員好 我想就延續剛剛前面幾個委員 大家在討論這個國會議長中立化 那既然已經討論到我們蔡副院長 我們再具體一點 我想選民 台中的選民選他 是要來當立法委員的嗎 那立法委員當然就要行使他的職權 台中的選民選他的時候 當然不是說要選他來做副院長 我想這個應該是很明確 那現在我們大家在講國會議長中立化 那我們這一屆國會改革 大家也我們的政府院長也盡量做到 讓大家能夠尊重這個中立化 那首要的一個想法 一個原則好像就是退出政黨活動 那從字面上來看政黨活動當然就不是政治活動 比如說你的 大概就是目前在貫徹的 大概就只有他們退出他們的黨職 辭去他們的黨職 那他的中心思想和他的宗旨價值 應該都是說大家期待他在主持議事的時候 他在行使國會院長副院長的職權的時候 能夠維持中立的角色 我想這是他最大的意義 最大的一個我們要求他的一個價值 所以現在就是說我們有些同仁 搭的提案就希望說能夠在這個法條上明文 在這個立法院組織法明文規定要退出政黨活動 那政黨活動跟政治活動是有區隔 那我們今天選蔡副院長也 他也不能夠去違背他對他選區選民的一個承諾 因為選區的選民選他出來是要做立法委員 不能說因為他當了副院長之後 他的立法委員的職權就不能行使了 所以他相關的議案表決 我想應該原則上還是同意 除非說他在中立的這個部分 跟他在行使委員的職權之間有衝突的時候 他要做一個抉擇 所以我想請教說這個立法院 我們這個政黨活動 就是說現在有兩個 我們現在在這個議長中另外有兩個立法的方向 一個就是規定在立法院長這個選舉要記名 那一個就是直接規定在立法院組織法 那有的是用這個辦法來修 那另外還有政黨活動 要不要明文規定在這個立法院組織法 想請聽一下這個秘書長或者是高局長的意見 周委員我想我們現在目前的那些政黨活動 其實有相關的委員那個獨立單位 比如說剛剛我所擠到比如中選會 考試委員或者是NCC 其實他們也都只講政黨活動 但是沒有細分政黨活動是哪些項目 細項 所以現在就是說法制上或者相關的那個文獻上面 沒有去很明確說什麼叫做政黨活動嗎 並沒有 現在 是這樣嗎 確定嗎 對我確定 事實上是真的沒有這樣 所以我們也不能怪助理說找不到政黨活動的定義就對了 對是 法制界要補充嗎 那個報告委員 因為那個政黨活動就成如我們方才秘書長所講的 他在個別法律上 比方說像中選會或NCC 他沒有很明確的規定 但是他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因為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講的是行政中立 他講的不是所謂的政治中立的一個概念 那他行政中立法裡面有規定說 如果其他法律或憲法規定屬於獨立行使職權的 必須超出黨派的這種政務人員 他是可以準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的相關規定 那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對於所謂的政黨活動呢 對於一般的所謂公務人員 他的規範會比較細緻 有分什麼上班時間下班時間不能兼任黨職 又可以加入黨籍 他是用比較細密的規定 那因為我們的議長本身是民意代表 那陳如委員剛剛所講的 他本來就是受選區選民的委託 來行使立法的一個職權 所以他一定要從事政治活動 但是如果當他成為院長跟副院長的時候 那本來他在主持議事 我們的主持法就已經明文規定了 主持議事要本公平中立的原則來主持議事 這個法條已經明定了 只是說實務上我們要更進一步 認為說主席呢在種種的這些政治作為上 他能不能退出政黨活動 讓各個政黨在這個立法院的這個場域裡面 能夠更信任他的一個概念 對 那所以是不是大家這樣子討論下來 其實就是說在我們要求國會議長 政府院長的中立化的部分 應該是意識中立 而不是非政治中立 這是很明確 因為他就是一個政治工作者 他當然就有他自己的價值 跟他的選擇 跟他對選民的承諾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意識上一定是中立的 那政治上我們不可能要求他中立 那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說 退出政黨活動 這是不是應該透過一些慣例 憲政慣例 大家慢慢的去運作 然後適不適合現在就規定在這個 當然我們民進黨的黨版是要求 對我們自己有更嚴格的要求 那這個大家可以來探討 那實務 那個我們查到的啦 這個英國國會議長 他能夠保持中立性是說 他的憲政慣例是 英國有不在議長選區 另外提名候選人的憲政習慣 另外在美國 就是美國參議院的議長 是由副總統來兼任 那在總統跟國會最大黨分屬於不同政黨時 眾議院議長更是在野黨時之上的政黨領袖 所以事實上他不可能去超脫他自己本身 政黨賦予他的角色嘛 所以這個所謂的中立應該也是形式上的中立 我想這樣應該是非常明確清楚的啦 好 那現在我接下來在討論 剛剛我們也在討論的一個委員會的問題 那就是委員的提案 當然我們的招委段一康段委員 他有提說要增設12個 那國民黨的委員的版本是說 要設一個兩岸就是那個陸委會 針對兩岸關係特別的一個事務委員會 那他是在規範在9條之一啦 那我不曉得說那個請教一下 秘書長或者是法治局 對於我們這個委員會的設立 剛剛段委員也講的闡述得很清楚了 那現在你們的因應 或者是說將來的人力配置上 或者你們認為法治局本於你的確信 你們認為到底委員會的設置 應該是才什麼樣的方向 我想對委員會的那個數目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8個 如果要增到12個 那我們現在目前的空間跟那個既有的一些 等於是職員等等 我想如果說我們宴會真的這麼確定了 而且也已經大家都同意通過的話 我想我們就會來調配 我想這個應該是我們會來克服啦 當然目前我們是也是 這個人員我們就會要重新來分配等等 我想這些克服的問題我想應該我們 是可以來處理的沒有問題 那當然我們進一步就會再討論嘛 實質上的運作嘛 像現在委員會我們司法法治委員會 大概有在進入逐條審查的時候的委員 大概是5到6位嘛 或者4位的委員 我們大概就可以將整個修正的這個草案 大家審查通過 那將來如果說 當然他要就是說個別來 某個委員會針對特別的部會 那他也許他的監督的力道 或者實質的這個效率會更好 那當然又會回覆到說 那你現在每個委員會的 後來直接參與審查的委員的人數就少了 那這就是一個 到底是孰重孰輕的問題嗎 到底是要 就是相對於行政院的各部會 我們來設委員會 但又很害 又擔心說到時候實質在審查的委員的人數 又少很多 這部分法治局的看法是怎樣 這個就是因為 當初我們國會議員減半之後 必然產生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因為過去我們委員人數 並不是像現在憲法明定是113個 那組織改造之後 所以呢 你認為要修憲嗎 應該是說 如果說委員有合議12個之後呢 有各種配套的做事 比方說像 剛剛如果說要維持一個委員 可以參加一個委員會 或是 或去參考監察院所謂的一個委員 可以參加兩個委員會 之類的一些實際上的一個立法做法 但是它各有利弊 這個目前的做 照目前運作應該不太可行嗎 聯席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去啊 我們如果今天來開會 我們就從頭做到尾 專心的在這邊聽 那個主管機關或者其他委員的意見啊 這樣才是能夠實質的來探討問題嗎 如果你說一個委員 跑三個委員會 我實在很難想像 說他的運作 各有他的那個 那所以呢 法治局的想法是怎樣 你們要提啊 現在法治局這個 那個組長 因為整個國會改革的一個政策的 的那個拿捏 就是說 我們會願意去提供委員諮詢 但是他最後要決定怎麼樣的一個 利跟弊 我們會告訴委員 然後再讓委員去做最後的政策決定 這個部分我們會再跟委員做報告 好啦 我們就繼續再探討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總委員 好 謝謝 兩位請回 我們接下來請尤美女委員 主席還有我們所有在場的委員 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主席我是可以請我們的林秘書長 還有我們的法治局高局長 林秘書長 高局長 我們今天要談這個國會改革 那其實我們知道說 在威權時代的時候 其實國會 就是說 是被當作行政院的所謂的立法局 他們並不想國會太強 所以呢 包括所有立法 其實都是幾乎是行政院在立法 那其實立法院變成是一個橡皮圖章 那到了第八屆的時候呢 世少米也一再的講說要國會改革 那其實呢 我們民進黨也提出了將近的這個 十幾件的這個所謂的 包括議長中立啊 包括各種議事的公開透明啊 委員會旁聽的制度啊 國會調查權啊等等 這些的所謂的法案 但是也全部都被國民黨 擋在議事程序委員會外 一共被擋了一千多次 那好不容易在這一次選舉的時候 那個 我們一再的呼籲就是說 希望這個國會一定要過半 否則的話台灣改革 這個幾乎改革其實是不會成功的 所以呢 在這一次我們看到選民 真的把他的票投出來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出來說 選民對這整個一個國會的改革 其實是期盼蠻殷切的 所以我們才會有今天能夠進入到 對國會改革的實質的討論 而且甚至能夠進入到主條 所以這個是在我們這整個一個 國會的歷史上 這是一個重要的一個契機 所以在這裡呢 就變成說我們國會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改革 往什麼樣的方向去改革 那整個是全民都在看 全民都希望說我們一直在 號稱著行政立法司法 這三權分立 當然我們還加上考試監察 那考試監察到底要不要廢掉 這又是憲政的問題 但至少這個行政立法司法 這三權應該要鼎立 所以行政跟立法之間 要能夠互相的制衡 所以在這裡呢就變成說 我們這個所謂的立法權 這個應該要不再是被淪為 所謂的行政院的橡皮圖章 那上一屆的時候也發生了 這個總統呢透過他是這個 所謂的黨魁的這樣的一個身份 然後來把這個我們的院長 然後把他這個所謂的黨籍撥丟掉 然後甚至要把他的所謂的 國會議長的身份一起撥奪 那這裡當然造成了所謂 非常大的一個憲政危機 那才會有說 欸議長是不是應該要 所謂的絕對中立 這個黨的手不應該伸到 這個所謂的立法院裡面來 就是說行政權他不應該透過黨的 這樣的一個機器 然後來把這個 來生了到這個立法院裡面來 然後來把黨魁就這樣的拔除 所以這裡就牽涉到說 好那所謂的議長的中立 那議長的中立 當然這一句話非常的響亮 大家覺得說想當然而議長 當然應該中立 那這裡就會 當我們進入到修法的時候 那這裡就會牽涉到 所謂的深水區 應該要怎麼樣更細膩的去規劃了 那這裡所謂的議長中立 是不是當然要包括副議長 我想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我想應該是確定 就是說院長副院長都是 院長副院長 因為副院長有可能 平常也要代理院長去主持會議 他也要主持會議 OK 所以副院長當然要包括在裡面 好那現在議長副議長 都應該要中立 那現在這中立的內涵到底是什麼 那剛剛幾位委員其實也都質詢過 就是說中立一個是說 我到底還能不能 要不要退出政黨 那第二個就是說 好那我如果沒有退出政黨 我能不能兼黨職 那如果說我也不能夠兼黨職 那我能不能 這個所謂的去參加政黨活動 那這政黨活動到底是什麼 剛剛我們的高局長也講說 可能要去參考這所謂的公務人員 中立法裡面的一些的規定 那所以在這裡呢 就會牽涉到了就是說 好為所謂議長的中立 我們是要把它完全的變成 把它是一個中控 這個中控化 他就是完全這個 與所有的委員隔絕 與所有的這些議題也都隔絕 他就只能夠在議場裡面去主持議事 還是說他其實 因為議長他更代表的是整個全民的意志 所以他更應該要去了解人民的需求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所謂的政黨活動跟政治活動 應該是不一樣吧 所以他不能夠參加政黨活動 他可以從事政治活動吧 那如果政治活動 他們不能到選區去做選民服務 那做選民服務 因為他才是政黨的身份 所以他去做選民服務 那算不算是政黨活動 高局長你的看法呢 這個部分就是陳如委員剛剛講的 就是說對於那一個整個政黨活動的內涵 要怎麼細膩 那好比說如果參考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他有特別講到說公務人員 如果上班時間是不能參加政黨活動 但是一期職務是需要的 這個職務的本質什麼 一期職務需要那就不再此限 那換言之就像剛剛委員講 如果說一個院長 他是代表這個全體立法委員的一個名義 互選讓他當立法院院長 主持議事中立 可是事實上他要 鑑行他的立法的職權 他必須了解全民的一個意志 事實上他一定有所謂的政治活動 那如果說所謂因為政黨活動 他就不能有所謂的政治活動的話 他等於是一個空洞化 只是單純在主持會議的一個機器而已 那所以說這個部分 就要透過細膩的方式去處理 還有透過這整個一個行程的過程 我們的國會 我們的人民 到底認為他那個界限在哪裡 所以這個要透過不斷的去演進 才會了解 那目前實務上呢 我們剛剛秘書長已經講了 像我們院長在就任之後 他就辭去了黨職 但是呢黨籍的部分呢 他就是還是維持的 這跟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也都是符合一致的 以上 所以當然就是說黨籍不用 就是他不用退黨 但是他要超越黨派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要求說 所謂的議長中立 其實就是說 他在主持議事的時候 應該要中立 他也不能夠假借他院長 或是副院長的身份 或是這樣的一個職權 去磨取特定的政黨的利益嘛 對不對 我想這個是大家所在乎的 就是說 今天你當一個院長 或是你當一個副院長 那你今天在主持議事的時候 你不中立 或是你假借著你的這個院長 副院長你的職權 然後去磨取特定的政黨的這些的利益 我想這個部分也是公務員中立法裡面 所要去規範的 所以重點可能不在於說 他今天什麼事情都不能夠做 而是在於說 他今天在主持會議的時候 或是說他今天有這樣一個身份 他不能夠利用他的職權 去對或是利用他的資源 特定的資源 然後去對某一個特定的政黨 去磨取這些所謂的 這個不公平的利益 或是不當的利益等等 那這樣子就有失掉 他的所謂的中立的立場 而不是說他必須要完全的 都不能夠從事政治的活動 或是說 當然我想應該要退治黨職 因為他如果身兼黨職 這一定會跟他的職務有所衝突 所以黨職一定要退出去 我想這沒有問題 那所謂的政黨活動 當然就是說他如果今天 為特定的某一個政黨 然後去當發起人 或是去高聲大聲集呼 然後為這某一個政黨 去做某些事情 我想這個也是違反他的所謂的中立 但是這所謂的政黨活動 應該不侷限在 就是說他不應該去限制他的政治活動 所以因為事實上他也必須要去做一些選民的服務 他也必須要去了解民間的疾苦 他才能夠在立法院的這樣的一個意識殿堂 然後為人民為全民的福利來發聲 然後為全民的福利來監督行政院 應該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在這裡我們也希望是說 在立法的時候 因為我們經常會一個 就是一個空洞的名詞在那裡 然後下去之後呢 那就變成各憑自己去解釋了 那就會變成到時候大家尤其案子 如果大家互相告告到法院去 那法院莫徵以示他也不知道 我們立法者當初的意思在哪裡 那個所謂的價值所謂的他的 我們所要實現的理念跟價值是什麼 當這個部分不清楚的時候 那就變成各個法官去做不同的解釋 所以人民為什麼一直對法院 一直會在批評就覺得說 當你遇到A案做A解釋 遇到B案做B解釋 所以你法院根本就不中立 所以在這裡人民就一直批評法院 覺得說法院裡面 沒有辦法得到人民的信任 可是事實上法院沒有辦法得到人民的信任 其中有一部分的原因 在於當我們在立法的時候 我們沒有把我們的目的 把我們的價值 把他定得非常清楚的時候 當法官在這個做決定的時候 他就會莫衷一事 那就各憑各人的這種政治的感情 政治的這種個人的感覺去做判斷 那出來的結果當然是全民 大家全部一定都在罵 那在這裡另外一個呢 會牽涉到的就是說 好那院長跟副院長 是由我們所有全體的委員 大家來互選嘛 那選舉的時候 到底是應該要記名或是不記名 那當然我們也看到說 在地方制度法的時候 也發生議長的選舉 然後呢出現了這樣很大的問題 因為今天人民呢 托付給你 當然也期待就是說 你今天是站在某一個政黨 我今天是投給你 何況在我們立法院 立法委員的選舉 還有所謂的不分區的立委 不分區的立委 是你是投政黨而來的 所以人民對於政黨 對於這些的候選人 是有所期待的 因此呢 當你今天你這個政黨 推出的候選人 去選舉這個議長 或是選舉院長或副院長的時候 其實他的選民 對他是有所期待的 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採取所謂的記名投票 你覺得有違憲嗎 高校局長 何時秘書長 記名的部分 就是他的這個優缺點 記名的部分 他是彰顯他那個 責任政治的概念 那不記名的部分呢 他是最主要是 採在避免所有選舉舞弊的概念 那兩種方式呢 就如我們剛剛民主長所講 他各有他的利弊 那如何採行 目前現行是不記名 那將來是不是要採用記名 那記名的方法呢 在選舉的整個技術上 能不能達到 還有呢 他的責任政治的這個概念 能不能彰顯 這個就是要委員來 來做最後的決定 OK 雖然說我們現在是一個不記名的投票 但事實上我們看到說 各個政黨也利用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這個 作業 他要求所有的黨員要亮票 所以他其實跟記名投票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呢 與其這樣子去走在那個法律的邊緣 那不如我們把他的遊戲規則定得清清楚楚 大家就不要去走這所謂的遊戲的 這所謂的法律邊緣嘛 所以我也覺得說 當我們把遊戲規則定得越清楚的時候 其實那個爭議就越少 那這個變成就大家更能夠共同去遵守 那可以省掉很多爭議的時間 而大家更能夠為全民的福利去努力 你同意嗎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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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李俊毅委員 主席各位先進 麻煩請立法院林秘書長 林秘書長 立委員早 秘書長早 辛苦了 其實你也是立法院的前輩 所以幾個議題想救救 我先請問一下 我們依據憲法現在架構 我們有五院嘛對不對 行政院 立法院 司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 我先確定幾個原則 第一個部分 我們先確定一下 立法院的院長是不是立法委員 是不是 目前當然是啊 是 監察院的院長是不是監察委員 監察院的院長現在也是監察委員 考試院的院長是不是考試委 是 不是 答案不是 一據憲法規定 考試院的院長並不是考試委 好 那再來 司法院 院長是不是一定是大法官 應該是吧 是 那所以其實 第一個我們就看到很奇怪的一個憲政設計 就是我們有五院 但是除了行政院以外這四個院 他院長本身是不是該院的委員 在考試院就不是啊 所以這就產生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我們想要請教 那院長的任期多久 我請問民主長 立法院的院長任期多久 目前看來應該是四年吧 規定在什麼地方 規定在 規定在院長副院長選舉 互選辦法 對沒有錯 那監察院的院長任期多久 監察院的院長任期應該是六年吧 六年規定在什麼地方 規定在憲法跟組織法 考試院院長任期多久 也是六年 也是六年規定在哪裡 應該也是在憲法 沒有在憲法 只有在考試院的組織法 然後司法院的院長任期多久 他沒有任期限制吧 他沒有任期限制 對 所以奇怪啦 問題來了 他本身是因為大法官的身份 是大法官的任期 對 那我們對五院的體制 那院長本身是不是委員 也都不一致 院長本身的任期是多久 也都不一致 到底怎麼一回事 這個 你以為你是太深入了 我們 沒有啦 我這只是 大家複習一下嘛 那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應該重新檢討 那現在我們今天只看立法院的部分 立法院的院長任期多久 為什麼沒有在組織法裡面規定 立法院院長其實任期四年非常簡單啊 這應該在組織法裡面規定啊 沒有錯吧 立法院由立法委員復選正副院長 但是立法院的院長副院長任期四年 這可以在組織法裡面規定啊 沒有錯吧 在報告委員 在 組織法裡面 第13條是有大概這樣講 他是說立法院院長副院長之任期 該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所以其實他並沒有在組織法裡面明確化 對不對 他只是帶到這句 所以這個就是很奇怪的地方 所以現在我們在討論國會改革的時候 你認為說 我們如果在組織法裡面把它明確化 院長副院長的任期是四年一任 這樣好不好 我覺得這樣子 應該也是一個方法啦 更清楚嘛 那其他院都是如此 為什麼立法院沒有 對不對 而且立法院是用辦法來規定 其實非常奇怪 這是有關這個 立法院院長的產生的部分 第二個我想問產生的部分 我們現在立法院院長副院長的產生 是記名還不記名 目前規定是複選嘛 所以目前是沒有記名 現在是不記名 對不對 那不記名的理由是什麼 不記名的理由 我想應該是目前這個 所謂憲法129條裡面規定的 就是說有關選舉行為 憲法所規定的選舉行為 以普通平等直接 吳敬明來處理嘛 沒錯 那我現在下面一個問題 就要請教民主長 是 院長副院長的選舉 是一種選舉行為 還是一種議事行為 我想選舉應該是 比較傾向於選舉行為吧 但是條文他是寫說是 互選之啦 所以 這兩個問題啦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第一個問題是 憲法129條所規定的 憲法所規定的選舉 事項才是普通平等直接吳敬明 但是立法院院長副院長選舉 根本不是憲法所規定的選舉事項啊 那更重要的是 包括立法院院長副院長的選舉 還有包括地方議會的議長選舉 議長副議長的選舉 其實都應該視為議事行為 這在大法官的解釋其實有看到 問題是什麼 我彼此之間選 就像我在選頒長的時候 我頒長也可以投票選舉啊 我也可以記名投票啊 我也沒有吳敬明投票啊 所以這個東西應該是視為議事行為 而不是視為所謂的選舉行為 沒有錯 這個我想委員你所說的 法治平高局長你有什麼看法 報告委員陳如委員所講的 憲法在129條是寫 本憲法所規定之各種選舉 但是在66條的部分 針對立法院長 他是說有委員互選 沒有錯 那因為129條之後的那一些 本憲法所規定的各種選舉 它有很多太陽 其實現在問題產生在哪裡 包括我們地制法的修法 其實大家都把這個 誤以為這個是無限三綱 說只要是選舉都應該吳敬明 不是 這個東西院長副院長的選舉 跟班長副班長的選舉 其實都是議事行為 其實都是議事行為 我們要怎麼進行 我們要找一個比較中立的人 來主持議會嘛 就剛剛高局長所講的 我們要主持議事嘛 要議長中立嘛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一個議事行為 議事行為 你就尊重議事如何產生嘛 就是如此而已嘛 這個不是一個選舉行為 所以這個也沒有違憲的問題 沒有錯吧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告訴國民黨的委員們 他現在只要談到 院長副院長的選舉 還有議長副院長 議長副議長的選舉 他說只要採取這個 這個計名投票 通通是違憲 沒有這回事嘛 沒有錯吧 民主長 沒有錯吧 我想這個委員的推論 我想應該是 這不是推論啦 這個其實在大法官解釋裡面有說明過 對不對 這個是議事行為嘛 這個不是選舉行為嘛 這個也不是投票行為 所以應該確認這件事 既然是互選產生 是我們內部的選舉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只是把議長的 院長的產生 院長副院長的產生 任期多久 我們把它明確化 如此而已 所以我想這個民主長你可以接受嗎 我們可以接受 民主長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今天確定兩個原則 一個院長到底是不是立法委員 立法院沒有這個問題嘛 那考試院 那這個我們以後會處理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院長副院長的明確化 在組織法要不要調整 還有在這個互選辦法裡面 要不要調整 這才是我們國會改革裡面 要提到的兩件事情 那民主長的態度 我今天聽起來是不反對嘛 不反對 不反對我們就再來討論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所有登記發言的委員 都已經發言完畢了喔 那江啟成委員 因為來不及登記 我們各位同仁 這個是不是可以 我們給他五分鐘的時間 好 謝謝 好 謝謝主席喔 事事忙子 先邀請秘書長 還有我們法治局的局長 好 請李秘書長 請張局長 高局長 江委員好 先請教秘書長 是 我之前有曾經關心就是我們這個 國會頻道 還有我們這個 手機APP的這些 改善工作 現在進度怎麼樣 我們現在請發 那個資訊處長 那國會頻道現在已經事辦了吧 對 滿意度怎麼樣 收視率怎麼樣 現在 有沒有收視率 收視率跟那個 我們都有 有那個統計 有在調查嗎 有有有 來 到底收看的情況怎麼樣 處長 還有APP那個 那個 那個 報告委員 收視率的部分 到這個五月十三號的調查 已經超過一百萬人次觀賞 在新媒體的部分 新媒體的部分只是網路的部分 所以反而電視頻道的收看沒有那麼多 應該也很多 可是電視頻道我們請公報處 公報處 是不同處負責的 那個 報告委員 我們電視轉播是公報處負責 新媒體部分是資訊處負責 那電視媒體的部分 那個 我們那個公報處的部分 是在六月六號會提出一個完整的分析報告 所以現在還沒有 現在還在 因為現在這個收視率 平常你講是 初步的看起來是 比較偏遠的地方 收視率會比較 需求量大一點 偏遠的地方 對 有做過一些基礎的分析 那六月六號會比較完整的分析報告會出來 這再給本席一下好不好 然後剛剛那個新媒體的部分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你新媒體的部分 你剛剛講說那個收視的狀況 你說超過一百萬人次 超過現在是 精確的統計到5月13號為止是 一百萬零一萬六千四百七十九人次 一百零一萬六千就對了 對 然後各委員會都有 各委員會 全部加起來的是不是 對 再送給委員 從哪一天到哪一天 4月8號開播 所以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 對 好 我想 基本上這也代表透過新的 新媒體的這部分的管道 它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而且這部分基本上是不是免費 目前是免費沒有錯 新媒體的部分 完全免費 而且成本的部分是不是未來會比較低 如果跟電視平台相比的話 我們幾乎沒有成本 幾乎沒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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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未來事辦以後 如果在新媒體部分 就是說正式開始開辦以後 是不是也是免費的 我們目前是朝這個方向來做 新媒體的部分 對 是 那個數字可不可以給本席參考一下 好不好 沒有問題 會後 另外我請教一下秘書長 是 議長中立化的問題 當然也在這一次 國會改革的很多法案當中都有提到 對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趨勢 也是大家認為 議長本來就是在議事上面 他應該要扮演一個中立的角色 但是怎麼樣讓他中立 很多版本裡面都有提到說 不得參 不得從事政黨活動 那實際上這個範圍 範疇很難去界定 所以要請教一下秘書長 這個 很模糊的範疇 到底你要怎麼樣期待 或者規範議長中立 不得參加政黨活動 這件事情 比如說 當然很明顯去參加中常會 或者他擔任黨職 這個是絕對是不行 但是如果是其他的咧 其他的比如說 參加黨慶活動算不算 對不對 我想這個 這個 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個真的是 蠻難處理的 不好規範吧 不好規範 因為 我們院長副院長 suppose都是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參加的活動 大概都是一些 跟政治有關的活動 所以政治活動跟政黨活動 其實是不一樣 但是政黨活動到什麼程度 會跨到這個 政治活動到什麼程度 會跨到政黨活動這邊 事實上這一條線 所以這個將來如果產生爭議 你要怎麼處理 現在 對不對 你法規上要怎麼處理 因為 有時候先不要講說他沒有黨質的問題 對 甚至有時候院長副院長的發言 萬一他有 他 某種程度上跨越了一點界線 讓外界解讀起來 就是你帶有政黨色彩喔 在幫某個政黨講話喔 這個的確是 是蠻難處理的 而且實際運作上 的確有他的困難度 有他的困難度 對 基本上其實 跟我們的制度也有關係 因為我們的這個 立法院的議會制度 跟英國這種 內閣制議會制度 他就是不一樣 沒錯 對不對 所以我們 我們的這個議長 照理講 跟西方國家的議長 他是不同的 所以在執行上面 你要這個 要做到議長中立 我實在不知道你法規上要怎麼定 雖然那個是我們的一個 期待 或者認為他應該這樣做 所以這部分變成自律很重要啦 沒錯 自律變得很重要啦 那另外當然 如果他有真的 嚴重的這個 愉悅了大家的期待的時候 你怎麼處理 當然有人說 有規定講說 那就透過基地委員會吧 那請問 你認為這會發生嗎 我覺得這個 就是院長 比如說講話講得太過火了 然後我們給他送基地委員會 我覺得這個 事實上都是在實際操作上 有他的困難度啦 所以我覺得 委員講的沒有錯啦 就是那個 簡單的定大概就是 沒有黨職 然後 盡量不參加政黨活動 不是盡量 是不應該參加政黨活動 不應該參加政黨活動 盡量 就是因為有些政治活動 跟政黨活動 還是還有一些 overlap的地方 沒有錯啦 但是你帶有政黨的政治活動 就不應該嘛 對啦 那個是 的確不應該 那最主要還是自律的問題 還有一個啦 帶有政黨色彩的政治發言 這個就有時候 必須要有所自律啦 對 這個真的是要 靠自律來處理 否則的話 這個他容易引起一些爭議啦 對 所以我們講說議長中立啊 我覺得這個我們 只能盡量期待說 議長本身啊 他的自律要做得到啦 要不然你在法規上 我實在我不知道 你要怎麼樣去處理他 的確如此 好不好 那我剛剛提到那些資料 能不能給我一下 可以 沒問題 好 江委員沒問題 好 謝謝 兩位請回 好 我們現在所有登記發言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巡答結束 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禁訴送交個別委員及本會 另外委員劉世芳等提出的書面質詢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以書面答覆 好 我跟各位做一個 對不起 我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我們等一下 休息五分鐘 休息五分鐘之後啊 我們要宣讀條文 那宣讀條文因為要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啊 所以我們等一下宣讀條文到 11點55分 我們會再休息 休息到下午的2點 2點30分好了 好 2點30分 我們繼續開會 繼續開會呢 會繼續宣讀條文 所以呢 跟各位說明 等一下休息之後 我們請列席的機關單位可以先行離席喔 各自去公幹 然後呢 下午2點半開始宣讀條文 各位也不用再2點半就來 那麼請各位3點半 那麼到本會來列席就可以了 3點半 好 我們現在休息 5分鐘 好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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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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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4条条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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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条 第277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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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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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条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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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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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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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经济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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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条 民进行 第6条 第6条 李宗盛 第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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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 第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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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 第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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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条